好,我们是要讲解这个BG命令 这个BG命令它说是用于将进程放在后台运行 使得前台可以执行其他的任务 然后这个BG命令就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怎么这么用 敲一个Linux命令后边加一个end符号 看一下它怎么个用法,怎么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在这拼一下pythonav.cn 这条命令敲下去了之后 P命令会一直在去询问这台机器是否存活 给了我这么一个响应 说明这台机器和我是能够通信的 我也是能够上外网的 那现在这个进程它一直在执行 它一直在打印这么一串信息 这个信息是它的一个标准输出结果 那我如果不想让它在这一直跑着 我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这么玩 我输入一个快捷键Ctrl加Z 然后它会把它放在后台 并且会暂停让它运行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步叫做使用命令 Pin百度.con 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使用Ctrl加Z快捷键 叫做暂停进程且放入后台 那这个时候呢 CtrlZ按完了 它已经被暂停且放入后台了 这里呢 显示已停止 第三步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 叫做通过一个命令 检查后台的任务 叫做Jobs Jobs是不是工作的意思 Jobs我直接回车 会发现有一个后台的任务 它是已暂停了 已停止的 叫做Jobs 它是干嘛的呢 可以查到后台正在执行的程序 序号 第四个 那你看啊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 这里有个序号1 然后呢 它的进程是PinPythonAV.cm 我呢 如果想让它继续在前台运行 像刚才一样 我就可以叫做FG 加上它的一个序号1 走你 你会发现啊 它相当于把这条命令 再次执行了一下 它呢 是不是又恢复前台运行了呀 叫做 如果想要前台运行 输入什么呢 FG 然后后边加上序号 也就是FG1 OK 那就是FG前台运行的一个用法 那我们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BG 叫做FG啊 它是怎么装呢 咱们再来一个备注啊 叫做 后台中的程序 通过序号 放入前台 继续执行 这是FG 加上序号 第五步呢 我们可以啊 再次Ctrl加Z 给它暂停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用BG1 你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它呀 就相当于 敲了这么一条命令而已 来 我们做一个备注 第五步叫做 此时可以继续用 Ctrl加Z命令 把PIN放入后台执行 啊 不是放入后台执行啊 把PIN进程 暂停 且放入后台 此时呢 可以使用BG加上序号 它看一下啊 叫做BG命令 相当于 啊 如下 命令 它呢 就相当于我们BG加上序号1 本来这个序号1啊 进程 它是不是已停止 在后台停止了呢 我在这儿 加上一个BG1 它就相当于再次执行这条命令 且加上一个暗等符 咱们说暗等符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它是不是能够继续敲命令 但是这个日制啊 它是显示在前台的吧 哎 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 那第六步 说如果不想让日制输出在前台 可以输出到文件 或是黑洞文件中 来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 pcare-9 杀掉这个 好 我们刚才是做了什么事呢 它呀 那此时此刻 你看一下 旧不死 这个有一个进程 在后台停止了 是这样的吧 那我们呢 输入BG1 它相当于再次执行这条命令 在后边还会加上一个暗等符 它呢 就会一直一直输出这个结果 但是呢 我们是能够正常敲命令的 那我们又不想看见这堆 很烦的日制 我呢 可以输入FG1 哎 把这个 程序啊 再以前台形式在这里运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conrl C 就可以直接中断掉它了 OK 那这个时候 ps-conf-grub-pin 已经没有任何相关的进程了 那如果我们不想让日制输出在后台 在前台 可以输出到文件 或是黑洞文件中 咱们是不是说了 可以这么用啊 最好用no-hop 然后pin百度.con pin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它的结果呀 给它输出到某一个文件当中 好比是 这个 就当前的吧 mypin text 输出到这来 如果 这个只是把它的正确标准输出 输出到这里来 我呢 还可以这么着 2 然后呢 写一个 这个符号 and1 这句话代表什么呀 标准输出 输出到文件当中 并且把它的标准 错误输出 也当做正常的输出 写入到这个文件当中 这是一种写法 还有什么写法呢 我们还可以这么写 叫做 no-hop pin百度.con 然后呢 一是标准 正确输出 就是简单的标准输出 把它呢 直接写入到好比 mypin.text的文件当中 然后呢 在后边再来一个 二 把它的标准错误啊 也写入到这个 mypin.text当中 这一句话呢 是等同于上面的啊 它还有第三种用法 这个叫做 no-hop pin 百度.con 然后呢 是这么着 直接写上一个and符 然后呢 重定箱 写入到 跟 第一位 now当中 它就代表什么呢 把它所有的结果呀 全部 写入到这个黑洞文件当中 来 我背读一下 叫做 此处有三种 方式 可以忽略 标准 输出和 标准错误输出 它们的数字码 分别是多少呀 这个 标准输出是一 标准错误输出是二 OK 有哪几种写法呢 第一种是这么着 no-hop pin 百度.con 然后呢 把它的正确结果呀 写入到 跟第一位 now文件当中 并且在结尾 把标准错误 给它 也转化为 标准输出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 将 程序执行 正确 错误的输出结果 都写入到 黑洞文件中 第二种写法呢 是no-hop 然后呢 是 pin 百度.con 我们呢 在这里 把正确的输出 写入到 这个黑洞文件当中 并且呢 把这个错误的输出 也写入到 这个 第一位 now 黑洞文件当中 效果呢 是同上 这几种写法 你以后 可能会见到 不同的人 都会用不同的写法 只需要咱们 看懂 它在表达 什么含义就行 no-hop 再来一个任务 百度.con 然后呢 把这个 通过一个特殊符号 end 然后 重定上 写入到 第一位 now当中 等同于上 好 这是BG命令 能够让这个任务 在后台打印 以及它的几种 重定上 不输出日制的 一个用法 咱们再来看 几个小知识点 叫做 Linux系统的 运行级别 这个呢 我们说呀 每一台机器呢 它都有这么一个 init运行级别 那在这呢 我们看一下 叫做 读取 系统的 var run 然后呢 utemp 我们看一下 var run utemp 文件 这个文件 读不了 它是一个 二进制的 特殊文件 OK 那我们呢 在这看一下 读取这个文件当中 系统定位 的运行级别 怎么显示呢 我直接在这 说一个run level命令 它会告诉我 我现在运行在 三级别上 我们看一下 检查当前 系统的运行级别 那这儿显示 一个三 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背读一下啊 叫做 常见的级别如下 零 是关机 一呢 是单用户 模式 那我们 Linux啊 它都是多用户 多任务 多终端的 所以 不会用这个一 二呢 叫做 多用户 模式 无网络模式 那你想 我们是希望它能上网 还是不能上网呢 因此呢 第三个叫做 完全的多用户 模式 然后 流网 模式 我们呢 你看系统装好了之后 默认运行在 三的运行级别上 它就代表 多用户 多任务 然后呢 并且是存在网络的啊 还有第四个呢 叫做 用户自定义的 级别 这个咱们不多聊 第五个叫做 图形化 界面的 多用户 模式 我们在这里呢 只是装了一个 纯黑屏的界面 它还是支持图形化界面的 和我们的windows 是差不多的 第六个 叫做 重启机器 OK 那 我们通过 run level 命令啊 是能够查到当前的运行级别的啊 那 它紧接着还有一个init命令 这个init它是什么作用呢 是 linux进程的初始化工具 是所有的 是所有的linux进程的 副进程 进程id号 默认是1 我们在这里呢 ps-f 走你看一下 最顶层的id啊 pid为1 你看呢 它执行的命令是uslib systemd 这个是用root执行的一个系统初始化的进程 它是所有进程的一个父亲 最高级的 OK 好 那我们呢 看一下这个init它有啥用啊 可以使用init加上级别 直接操作 系统运行级别 我呢 如果在这儿啊 写上一个init6 它会怎么着呢 直接就关机了 重启 linux机器 好 那我们在这儿啊 重启一波 然后呢 咱们也休息一下啊 init6 sony 哎呀 你看 这个linux 它是不是直接就 关机了呀 开始重启了呀 好 咱们呢 就等它重启结束啊 待会再来看 我们就在这儿啊 好 就算了一样 就算了一样 谢谢观看